你敢相信吗 贝库塔居然被黑光体当成了二流反派 贝老六刚想反驳 黑光体就及时打断 喷完就跑就问你麻不麻 原来在此之前 星光体和黑光体占了个平手 贝老六拉动陷阱得以脱身 而快都恰到好处的出现 救下了尤玛 于是画面一转 七皇再次集结 阿里托和绿色大壮重新复活 不过复活后的他们却性情大变 差点和米扎尔打了起来 听到尤玛已经前往下一个遗迹后 本来输得心服口服的阿里托 却声称要将尤玛吊起来打 于是话不多说 阿里托先利用顺移夺走了遗迹的序列卡 然后碰巧遇见了在这里打工的火男 所以阿里托就用巴利安之力控制住火男 而子女为了拯救火男 也和尤玛组起了队 好家伙 这奇异的双人组合排局 搞起搞起 火男老哥即便被控制也要先攻 召唤英豪挑战者制服鸡兵 然后简单结束回合 好家伙Z4少有的不盖牌啊 轮到尤玛 召唤三我祭品大师 搭配永续魔法三我之境 效果克隆一只三我祭品大师 超量召唤希望黄霍 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阿里托 李侧手背怪兽 加一张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曾经一万多滴血开局 被遇作四千生命值反杀的子女 李侧手背怪兽 两张盖牌结束回合 轮到火男 召唤英豪折刀兵 接着发动伏击兵效果 停留一回合后将其解放 就可以从手牌召唤两张一星怪兽 而后将场上的三只一星怪兽进行叠放 超量召唤本一季的序列卡 序列排名54 反骨的斗智失心 别看他的攻击力只有100 第一个效果就是不被战斗破坏 随后在向霍普发动攻击时 启动自己的超量效果 将战斗产生的战斗损伤 回敬给双方玩家 好家伙 这才是拳拳到肉 两人生命值同时降到1600 糟糕了 同归于尽的舍身战法也就算了 为什么会有个先关心对面的队友 话说 阿里托被牵上污染之后 这态度改变的不是一般的大呀 曾经的拖拖有多么热血 现在的拖拖就有多么老六